各位观众你好,本土力量第四集又回来了 我是CK何志光,本土力量主席 另外我旁边有位蒙面人士,他是社运界的前辈,叫影子先生 大家好,各位朋友你们好 大家会谈谈最近话题,因为前辈有很多材料 不过开始之前,提一提,这只高达最近的超人都回不来 这个就先顶住,这只高达比较小一点,没有上次的那么辉煌 但是也想和影子先生,影子先生很长,影哥 或者跟我做Shadow Shadow哥,Shadow,OK可以 Shadow兄,最近区议会还剩下三个星期 那怎么看呢? 未来这个区议会的选举就是11月22日 其实在我眼中来看,都是一个劳工处大型的招工行动 劳工处并不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劳工 而是劳低的劳,工作的工 好,我为何会这样说法呢?或者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其实我想在这买一问CK你,或者镜头前大家的朋友 我们刚刚去年过去的928事件 我们见到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者其他朋友 大家都走,大家都走出来去支持这件事 甚至有些人付出到一定的代价 有些人也想官非,有些人投破血流 很奇怪,我想问这件事大家出来的目的是为什麽? 其实不需要我特别去指明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就是大家希望能够 我们在一个政制改革之中能够得到一个合理公平 一个对待我们人人平等 我们希望争取的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双普选 我不学别人被拉光那些环颜,我要真普选这些东西 是不是?这些真是好交好交 我们希望真正每个人真正每人都是很享有很平等的 选举权和被选权 好了,说话说回回头,我们这麽多人走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是一无所得,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我们走出来的目的就是想争取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东西 好了,九二八之后事件又站过一段落 而现在我刚才所讲的劳工处 善害大型的超卧行动 但是我觉得很好笑也很讽刺 很多去报名的是,虽然现在这一届的选举 它是属于区议会的选举性质 但是我们亦都看到很多人去参与这个报名 这个区议会成为一个候选人 这些人当日或者是很多人一直都是留享 无论在金钟好,默罗环亦好 或者九龙的千沙咀甚至乎旺角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份参与其中 但是这些人是不少的,也都是 好像很乐此不疲去参与这个选举 我想问他们当日究竟出来是为什麽 今天他们再报名参选成为一个候选人 其实他们知不知他们在做什麽 如果当初他们认为这个选举的安排是不公义的 他们走了出来 难道他们今天再投入这个选举的制度 他们是否觉得很公义呢 我觉得这些人直接是神经病的 这些人 哎呀 那… 那也是的 不过 现在这届很多人出来选 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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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出来选 那些人赞他些 你又怎样看? 呃… 对于这位呀 中出先生 我真是不知怎样 他改了名的了 我真是不知怎样去称呼他 真是个姓叫中出 也好 也好 或者他在网上的网名叫做 楊子晴也好 是… 或者现实版很多人都认识他 甚至乎他匿称他为之羊羊 我真是不知应该用一个什麽的称呼去 去称呼这位中出先生 但我觉得很奇怪 假使好像我刚才所讲 当日的9月8日甚至今日的选举招募行动 是两样东西他都有参与 那… 我不知道他真的 那精神上是否出了什麽问题 也好究竟是他正如他的那些师傅 他们口中所讲的国师陈文先生那麽讲 是否好有一种另有的安排 而我们这些世俗的人是看不透的 我真是我都搞到我自己都… 拗脱头皮 究竟他想怎样呢 他在山上骑个土 所以才派他出来 那让我回答他口 不好意思啊 影子卿 我想讲就是说 他其实有什麽问题 其实我们之前都讲过 他有什麽问题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什麽人去endorse和支持他 没错没错 其实这都正正是一个问题 大家的朋友可能说 或者只是从网上一些资讯 或者大家口语相传 去讲一个人的来历 或者他的理想是什麽 其实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明白一件事 其实牵涉到一个政治层面的事 其实不是我们看到表面的事 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操作 好像逐一都有句说话 三军未动良草先行 再再都需要金钱来支持的 我都很有兴趣想知道 这位无论中卓先生也好 或者坊间称他为洋洋也好 他要评论到他的资金 究竟的来源究竟是由什麽来的呢 当然这一层选举过后 他自己也要将他的选举经济 或者他的来源有多少赞助 他也要向选举事务署申报 但我更相信有很多事 是另外一个层面去进行 这个真的要他肯有多少程度 大家去透露呢 我知道他这些Banner很漂亮 又换来换去 又握枪又很多形象 好像每一个都在影楼上拍 又化妆又很多个造型 那价值都是不菲的 不是很多人去拍照 穿西装 那他不是啦 那样啊 何志光 是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突然间我好象八金刚 摩不在头脑就是说 就这样看表面 这个洋子真的有些办法 为什麽呢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支持他的人 就起码有人民力量的欣申港先生 曾经 我不知道他曾经还是现在 我不估他 甚至乎是近期的我们的教主 都在节目开声支持他 那那个冲突委员 我真是趁今天有这位前辈 我真是想当员求签文下符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我不敢 为什麽人民力量的副主席 和普罗的黄毓民教主可以同时支持 为什麽可以通了两家的呢 又好像没什麽困难 創造了一些 不是很明白的东西 映智先生你怎麽看呢 其实呢 就是说这位中出阳子 他的涉足社运这一方面的东西 其实他都是有一段时间的 我所谓说他的一段时间 就是可以这样说的 他曾经自称是社民连的人 后期也都称称是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再后期也都高举熱血公民的旗号 自称是真实的身份是熱血公民 但是很遗憾 是 熱血公民那方面的陈秀为的反应都相当之快 就出了一篇的文章 声明 是的 在Facebook那裡就说 这个羊羊并不是属于熱血公民的成员 那其实他的身份是什麽呢 其实是等于他的性别一样 好像迷一样 对不对 其实都不紧要的 对不对 其实不是那麽迷 其实香港底是不是 你太清醒你就越痛苦 对不对 是一个迷的反而 可能未上有一个坏性 你讲了迷字 已经想到一个迷字了 他起码带给大家 一种很欢乐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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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他跟人民力量方面也好 或者现在普罗政治学院 有些人称教主王议员 就是全力支持 这个我们都不知 其实真的他们私底下 或者有些什麽特成 一些什麽协议 又或者教主很想认识 眼前这位中出人子先生 希望他为未来香港民主运动 可以带领大家 这位中出人子都是一个年轻人 教主最终要跟着年轻人后面走 我希望他真正跟着后面走 不是在他的菊花后面走 是菊花 没错 后面是很多种解读方式 至于人民力量方面 也看不到他们有什麽很高姿态的 去表示对这位中出人子的选举 有什麽期许 这些大家都要一个时日去判断 至于他跟前线方面 我相信他也有一定的冤言在 但我又听到好像不是想离题 但前线有些候选人 是不挂人民力量头去选 前线和人民力量可以分开还是不可以分开的 应该 而会否前线独自去 那些渊源 那种出人子的渊源 可以独自地有渊源 不关人民力量的事呢 那这件事我相信 也都不是到中出人子 只可以决定 OK 我相信很多东西 即很多高层的指示 没错 大家都是去執行一个好像我们网上游戏 執行一个任务 一个打机的游戏 大家都是去執行一个任务 我可以大胆些去讲一句 其实大家眼前所见的每一位有名有姓的人 或者德高望重的人 每个人都是担负他自己心里明白自己的角色 他的角色当然是由导演指派的 OK 其实不知听众听不听得明白 不过呢 中出人子在那些Bangler上写到明 就是习近平全力支持他 他拍到去年928 他做了大量的习近平的指板 摆满王国殖民区 他就说这样就是习近平支持他 究竟那句话是真亦假是假亦真 还是纯是not funny地玩一下呢 大家要想一下 刚才影子轻就说阿塞 就说这些是他们有个任务的 那个任务究竟哪家哪家派给他呢 就很难说了 那这一节不如停一停吧 一会再回来再聊一聊 好吗 接下来见 接下来见 是 嘿大家好 又回来了 第二节 还有影子哥在这里 这一节是继续讲区议会 那我们见到今届区议会 取消了委任制 以后就没有了委任议员了 就是 懒是有些改革啦 就是说可能 多了 滑区又滑细了 多了三十几席 那我们知道 那自动当选呢 本来就说六十六个的 后来呢 就现在知道呢 就不止六十六 多了两个 变了六十八个 可能有些呢 说说去选 当然有些东西 买了东西 变了呢 就自动当选啦 对啊 那啊 那啊 影子哥 那你好似说上一届呢 就不止六十八个 更多些 那是不是一个进步呢 是啊是啊 上一届呢 自动当选的数目 都去到九十几个人 但是今届呢 就是 多了二十 就少了人自动当选 就是不讲有志可 一讲就法基所 那我们看回呢 那当今的民主进程啊 曾经民主的精神领袖啊 是不是呢 声称激进派的祖师爷啦 那教主先生他是不是呢 我都听过他在他自己的节目那里 是很声势力热啦 但是现在就这样去批评民主党 那某个程度我都是赞同他的说法 民主党是值得批评的 民主党是值得灭亡的 这个是其实不需要再寻美他说的了 那他批评的那个理由就是说 那我们不提他说以前 怎样去买香港这些东西 我不讲以往 我就讲现在这件事 五年全啦 2010啦 那他的理据就是批评民主党 就是说 为什麽你民主党 拥有那麽多资源啊 或者有那麽多人手啊 那你不去找你的人下去 对家有机会自动当选的地方 去和他选过 至少不要让他那麽顺利去自动当选 发挥他们自己争取民主的本色 这个他也是说得对的 但是我们看的要这样 我们做人是否与双重标准呢 我们做人不可以带着两把尺做人 我们去量度对家 就拿一把最长的尺 而量度自己就找一把最短最短的尺 我为什麽会这样讲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教主他 在自己的节目曾经那麽讲过 即是迂运踩墙啊 是 没错没错 直接开名啦 没错根本是 这个他的节目应该所言无几而已 好像也只是听过而已 不是 现在教主这个字呢 很多教啊 有人说我们这个激进有六教 有六教啊 烧教啊 不要那麽混乱 你冲了啦 不要那麽冲 是 是 是 讲教主就是讲黄英文 清楚点 我说明的 我想指出一件事就是说 教主他自己都在这个节目上 很清楚地跟大家说 今届的区议会选举 他的职员一个都不会去选 他说到斩钉截铁的 他的理由是什麽呢 就是说他的职员 未来的时间都将会做地区工作 选举是不参与的 亦都不会去参与任何抗争工作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我都想借这个机会 那为什麽赢了一年去找人去选 那这个我们暂时不要说先啦 那其实我也有个疑问的 也都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或者大家有什麽一些比较知道内情 又或者明白教主的那个战略 甚至或者策略可以去指导一下我 我的疑问就是说 为什麽你今天才说这些不派人出去选 那些全部你职员 你的职员大家都知道 很多个都曾经去参与选举工程 无论是一个区议会的选举 甚至乎打赢的立法会选举 你的职员都是跟你的名单之后 区议会选举 你的职员也是独当一面去选的 那为什麽今天你会180度的转变 告诉大家听 你的职员是不出去选举的 亦都不会参与抗争的 那真是好嘞好笑 不好意思我真的要讲粗口 如果既然你职员这样 为什麽不去找份民员做 做地区工作你做什麽东西 你告诉我 吃饭吗 喝茶 倒马 还有 没错 这些是什麽东西地区工作 你黄英文告诉我 我真是不屌你老母都不行 好假设你的讲法是成立 你的职员甚至乎你本人很关注地区 沿水不见你的狼样出声 出什麽声啊? 粒水不要 人家两个政党响到你办事像门口 开居民大会你去哪? 你不要说人家抽水啦 黄英文 现在我屌你老母,听不听到? 我怎麽会屌你呢? 就是说,你批评得人家 民主党不找人出来选 说人家怎样怎样 那你呢? 你为什麽你不找人出来去建制那裏和人家选? 不要被他那麽自然当选? 我说的没错啊 我做人不要这样,有好处你拿完 但是,获就要别人呢? 我告诉你,你老人家今次的选举安排,你去支持热血公民 因为你不需要成本,输了你不用上身,不用被人批评说这些是你职员 如果你的职员输了,除了你无面之外,你还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你要扶上身 这盘数太容易计啦,不用我告诉你怎样计啊 你是老江湖,你一定会计过我,我有没有说错啊? 黄先生 那六个热血的参选人兄啦,都教主,真的很有趣啊 那六位人兄去选的时候,黄云达就坐飞机去英国 跟着呢,提名期,那六个没人支持,教主去了支持 嘿,李俊,不要啦,我又要辞着你,讲那些学朔迷来的,黄金 不如这样说吧,我见影子卿这么激昂,我又突然勾起了2011年会议 这件事我又想请问影子卿,譬如你讲那样东西,我代回2011年 他们是直接去票债票上追击的,他们追击的目的很大程度 就是他们有超级区议会,他们想他拿不到入场权,是不是 那,何俊仁呢,陈伟业去打,我记得当然输了,叫他做了 但我很疑惑一样东西,为何在九西,陶锦辛,在奥运 原来只有1000多票,还是1100票当选,为何当时教主不去追击他呢 为何有得他当选呢?他只是派了一个不见经主的人民力量的 不知什么人去拿到100票,为何他不入驾亲征去阻止他入闸呢? 那,2011年呢,情况是这样啦,那我又很有趣喔,这一届,他 二血公民就有一只从带,去追击何众人啦,为何陶锦辛又没有人去找一下陶锦辛 他跟他一起选 хочетcussion 它又说,民主党这么过分 為什麼陶謹申經常都不用被挑戰 或者被一些勇弱的對手挑戰 何子哥我是沒有針對的 以上的說話 而是陶謹申是跟他同區的 你派一個這樣的 即是沒有人認識的 當年人力的一個不知什麼的支持者去 是多餘的 為什麼你自己不下去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的 你下去我就算相信你贏不了 你已經阻止了陶謹申入閘 很明顯大家都是九西立法會議員 為什麼你不下去搞呢 這件事我真的很疑惑了幾年 其實你這些疑惑 我腦袋裡其實我都存疑很久了 每個人他做事都有他的計算 大家都知道無論去哪一區去選 也都沒有絕對的把握 只不過是想拿到最大的什麼效果 如果去追擊陶謹申的話 大家同區隔離左右大家常吵架 都不是那麼好 如果你住在我隔離街的我和你吵架 那大家都未常遇到 我要取的反正我都是取你民主黨的題材 我要取的我取你何俊仁 也都不是我自己去選的 我由另外一個當時的所謂黨友 人民力量的陳偉業來選 輸了的是陳偉業沒有面 不是我黃毓民沒有面 如果在九西那裡 我黃毓民 難道是否跟你淘緊生去選 他自視過高又覺得自己 好像未用我出馬 我再找一個另外別的 也都沒有什麼勝算 省得就省了 你以為真的不用選了選舉 選舉是孫文子的 因為善於經營的人一定會計這些數 你容許我亂想一下 你當我千事也好 其實答案是否就是 我想而已 他不想和他謹申入不到宅 這可能是你相當嚴利良好的想法 他不想和他入不到宅 映子卿的意思就是 教主卿未必有能力阻到客頭近心入閘 這樣也可以 很難說那道高貴區 教主你要知道走開的階層 支持者未必那麼中產 那一個真的很中產奧運站 不知道他有沒有那麼大把握 可以拿到那麼多 剛才CK你講到他那裡的支持者 那裡偏向中產的成份多些 突然間又令我想起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關於黃議員教主 他現在的支持者 其實細深些去看 大家冷眼旁觀看 我們都發覺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往日教主震對一夫他的支持者 今天我們已經看不到 已經凋零落索 我們只有從畫面或者他自己的頻道 我們看到他的支持者 對不起我都要得罪講一句 全部都是那些淡淡殘殘的支持者 擔不擔得抬不抬得 以往的那些肯和他衝鬆陷陣的人 去了哪裡呢 這件事很奇怪 但是我相信教主他自己不是看不到這個現象 但是他不會去談論這個黃毓民現象 因為他要的正正就是這些 只要信,不要問 如果大家有留意 2013年黃毓民去東區法院 當時剛去跟人民令人分裂 當時5月 嘩幾多人在東區法院門口 幾厲害 早一輪好像又是去法院 忘記了是不是去東區 那第二宗案件 就真的零聲落索得很厲害 這些是很明顯的實際現象 那些影相粉絲還在這 少了很多 但在座以我所知 包括你何先生和馬影子興 都曾經是他的支持者 沒錯這個我也都要承認 我都是由他來啟蒙的 但是這樣我一直都慚悔緊 我太幼稚 你要悔改是吧 我都要悔改 老江湖即是老江湖 我相信這句說話 那剛才我聽到CK都提開以公文感 或者我都在那裡勾說幾句 其實大家都看到 當教主 他可以這樣說 野雙官非也好 或者其他集會也好 野雙官非他需要到法庭 需要有人聲援的時候 其實我們眼看到的 他身邊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穿著黃衣服 野雙公文 他的人去哪呢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野雙公文 其實就是黃英文的分公司 我為何會這樣說呢 這是他一貫的做法 這個亦都是他一向的部署 有理可途的時候 是無常光明 當你一出事的時候 我就和你切割 歷史在笑 很多教訓已經在眼前 如果只要你們肯面對現實 去看清楚那件事 你們就根本深知土明 我希望黃英文的支持者 所謂教徒 你們睜大眼睛看清楚 你們眼前的神 是甚麼神 這個是神棍那個神 我不想精神病院 更多你們這些病患者 我得罪我都要講一句 今日香港的民主運動 搞到今時今日一騰死水 你黃英文是有責任的 你黃英文不要在那裡 我去激昂講 彈開風氣不為先 很多人就是聽到你這個說話 很多人就是含家產了已經 你去了哪 你告訴我 你不要跟我講 你年紀大跟年輕人面前走 年紀大你回家臭孫 你不是說你老母 你聽不聽到 早上幾集我們都質疑過 黃英文捧過三個黨主席級的人馬 都是捧錯的 第一次捧錯了陶君恆做黨主席 那這混蛋 社民連收皮了 因為陶君恆搞了兩搞 和他分裂 那他整個黨被了陶君恆 但陶君恆抓不穩 最后就去回城堡,最后就散了,社计散了 接着他又捧第二个人叫刘家雄 刘家雄搞了两家,老萧说 黄毓民其实部署了很久要散的 12年选举的时候已经很多暗涌,要散要散要散 拖到13年3时,刘家雄跟了阿萧,那又散了 给王台仰三次捧,王台仰去Civico Chan 很清楚,不用拗,每次都看错人 什么呀,王丰曼,每次都搞到整个民主运动散 每次都给学生者,但给学生者全部都是暗家铲 每次都不知道是搞什么 有时例行公事,一个循环,我用英文回应一句 I don't believe 讲到这一刻,我也有另外想起一些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好,或者我温馨提示每一位王毓民支持者,你们的忠实教徒 你们记不记得王毓民老土淘均行的时候说过什么说话 他老土淡知强的时候说过什么说话 他咬牙切齿老土冯伟刚他说过什么说话 他几乎每一次他的节目,他都破口大骂陈伟月他说过什么说话 他同一句说话就是说,不要让我见到你,见到你,你看我 套不套你口水,我打不打赤你,甚至乎我会不会动够你 每一次有无找数,每一次都是找数 你见到陶均行,只是事而不见,见到譚志强在台湾,大家还合照 看见到冯伟刚,你吹吗?尋找叶救你,你常常见 坐在旁边,so what,怎样?他只是每一次的结尾都跟大家说一句 如果大家跟我见到他们,跟我好好招呼一下他 你又在那找人粉测,要做的,自己做 好,自己香港自己,就是你个混蛋说的,是不是应该自己 口水自己吐啊?尺头,你老母,你都说我神规的 我全部都是讲事实,我无抹黑你任何一样东西 只要大家曾经支持黄毓民的,甚至乎现今还是支持他的人 肯面对我所讲的说话,我所提出的疑问,你们苦生自问 我有哪句说话讲错,你黄毓民口口声声讲你的社运 或者抗争的CV,你有什么说到,我和你计数,你最帮你就是和别人说 七日,一百六十多人被人拉,你老人家想的吗? 你试试你那晚走,你以后不用出来见人 对不起,如果我不用一个形容词,一个粗口,难以表达我的愤怒 如果你当晚你黄毓民够胆走的,你除了以后不用见人之外 你当晚你唯一的做法就是老虎屌虚焗屌,你走啊,你走啊,你可以收工 你除了这一次的CV给你,最新的CV,所谓订杯订梁振英,你订什么? 你记不记得你出来,传媒跟你拨咪,你根本上已经语无伦促,腾了鸡你 现在有时间给你去消化包装你的说话,你就讲得很动听 你可以迷惑到一些虔诚的信徒,但是对不起,我们是不受你这套 你再跟我讲,你有什么厉害?做啦!你有什么厉害? 你这套是你这套第一次给人拉,是吧?告扔东西,你以为你扔不告? 你这个套叫人不要扔水樽,不要挑衅猜路,是不是? 是不是?又是你这个套,说陈云城邦派的人鬼头鬼上, 成帮派的忠实支持者有谁?忠出阳子,由头到尾都是紧缺陈云的, 你所指的鬼头鬼上,你不要告诉我,不包含忠出阳子, 今天你扔他,你是不是精神分裂?我有双宿医生,我介绍给你,好吗? 我PM你这只得力马仔,老美男,当然你不会叫他老美男的, 你叫他甩甩,很甩甩的,对吗?我给精神病科医生的地址,好吗? 对不起,大家可能觉得我有点偏见,对黄冬文, 但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或者我的心情, 真是爱知心贼知切,对你这麽大的瓶望的人,是不是? 但原来你这个仆街带着两把尺做人的, 最短国家是计自己,最长国家是计别人的, 记住自己口水自己套,不要叫人帮你套,明明? 新一我教你,你中文程度很厉害的,反共反你老母,够说, 人家政改你都逼人,不过我觉得你逼得逼,时间表路线图, 全民制宪反共时间表路线图给我,我跟你走,我当你是我年轻人, 没问题,我跟你走,你告诉我听,你这个傻子真是, 占了便宜又卖乖,这个说话是在你学的。 其实呢,你见到他最近,黄一敏,他在立法会问六八九, 你几时死呀?那你会觉得,其实他被扔杯这件事已经是倒退了, 你只是叫他问什么时候死,我们很多人到处都做啦, 在立法会叫他你几时死,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值得歌颂? 但你见到就是,是啦,最到处就是拿着那杯扔不中, 就这么多了。我又学他这样讲,很奇怪喔, 政治不是人搞的,但他又继续搞,立法会选举, 这些同事,掩着半边咀都赢,但他是赖死不走, 投身票一定是输的,但他是乐此不疲继续, 是否很奇怪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呀? 你叫人出来抗争,你争取双普选,真正的普选, 什么都争不得,你还用着沿着疑血公民去选举? 你是不是推那些年轻人去死呀?是否死了不关你事呀? 喂,做人不要这样,顾着最后的两年,我不是揍你呀, 我秉承传统老人家的说话,做人顾着最后的两年, 你可能以为我是社记的人,你可能以为我是花生台的人, 但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是,没有黄毓民我什么都不是, 说完,明白吗? OK,这样吧,我们暂停休息一下,稍后就回家 各位观众,你好,第四集的本土力量特别版又回来了, 最后一节,其实呢,这一节呢,就想,都要交代一下, 刚才你见到,Shadow啊,影子哥呢,他都很看开激昂啊, 那在一众教众迷歌迷者的立场就是, 诶,思源,你当然是思源,你是老少,你是花生台,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教主发明了一个, 真是论述上的两大招数,一招叫做网上打飞机, 不要找网上打飞机,第二招呢,就是你思源, 那我那两招里面呢,我只是讲讲思源这一招啦, 思源这一招呢,就是说,任何对教主不满面的人, 都是思源,那跟着你明明是观察到, 诶,教主,这样这样有问题啊,你有点点责疑啊,问, 跟着就第一句就车过来,你是思源的啦, 啊,你当然有些什么不同,你当然,你不老义去,你思源, 那OK,那我要讲一声先,要carefine, 就是很多东西呢,不是思源来的,很多东西就是说, 我们是真实经历过,喂,你对个社, 我黄毓民先生,他对他搞那么多年抗争, 我直接一点讲,他屡败屡贱,屡贱屡败, 越玩越缩,小孩子玩奔舟,啊, 那这个是黄毓民搞社云的方法,明明是千均万马这么多支持者, 越缩越缩,你想想2012年的9月,坐在修盾球场, 我们个个都有份,2011年是, 2012年9月在修盾球场有一个俗世大会, 是,那是很多人的,很厉害的, 我也是坐在这里的,那时候是千均万马的, 但是,现在有多少人支持教主呢,越玩越缩, 但是我想问,究竟,为什么教主会越玩越缩呢, 你不要当我先缘,你不要理我是不是先缘, 你思考一下我们,一会讨论的,就想问, 教主,是不是真的不懂得看人呢, 因为刚才数过嘛,三大党主席之外, 还有很多陷家产的,选民力量一众陷家产, 有些什么,声秀医生啊,什么什么什么, 袁黎明那些全部都反骨制,他都说了, 为什么,是不是教主真的不懂得看人呢, Shadow兄你怎么看呢? 我真的不是这么看, 我就相信他一定很懂得看人, 是真是江湖中的高手来的,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他做每一件事,他都会计算过的,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观察到他的言行得出来的感觉, 当然大家都可能会这样想, 你这班人可能是葡萄人来的, 是吧? 当然是吧? 教主能够自己撑起一个网台, 一个卖radio,一个普罗政治学院, 而可以摆脱昔日的人网, 今日的迷茫,老少的影响之下, 可以这样发声, 我正想说回应你刚才所讲, 关于诗衔、打飞机这方面的事, 我又觉得也挺好笑的, 大家不要用一些憎恨的眼光, 或者仇视的眼光, 看我本人,或者听我以下的说话, 我只想指出一件事,一个事实就是, 你黄毓民常常劝戒所有人, 不要在网上打飞机做些实事, 不要讲那麽多事, 你搞死我黄毓民对大局有什麽好处呢? 我就想跟他愿整这句说话, 大家有否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凡是黄毓民他自己在立法会的发言, 他自己所有叫做有一些大家很有兴趣的片段, 网上当然的点击率是非常高的, 例如最近一次他问, 六八九你何时死啊? 我见到他很兴致勃勃在自己的节目, 即是中文彩虫的节目方, 我这个已经预了一几万成, 每个事都说很受欢迎,是否这样说? 一些正面去赞扬他的事, 他就觉得这些是网民自发, 往往批评他的说话, 或者对于他某一些说话, 或者某一些做法, 他出现一个质疑, 他就将这些列为是打飞机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就是, 黄毓民常常在这跟我们讲, 我们多些做实事, 我们少些上Facebook, 尤其是Facebook那裡, 没有什么益的, 去乱讲话, 我们很忙的, Facebook我都不看的, 那些人告诉我, 哪个哪个, 说你什麽,哪个哪个, 我一概不看, 再跟我讲的, 我连你都罵齐了, 但有件事又很奇怪, 网上所有的讯息出现到, 与它有关的, 它清楚过你和我, 既然你王议员声称不理网上的事, 你都笑上Facebook, 但为何王议员你这麽清楚呢? 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呢? 你是不是有病呢? 不是,可能有超能力, 即不用看可以感应到个网, 你就叫人不要这样做, 但网上的事无大小, 它都很清楚, 这麽奇怪的这个世界, 我真是copy他这句话, 是不是很奇怪? 做一些符合他老人家意愿的事, 他就说, 看网上的威力多大, 这些网民自发的, 一对他一些负面一点的事, 少点打飞机, 思远大过天, 我屌你老母, 你有哪次不屌够人家老蕭, 哪次不屌够黎智京, 哪次不屌够陈伟业? 是无私愿的, 这些很有公共性吗? 我希望大家真是面对现实, 即是我刚才讲过那番话, 是吧? 我们做人不要代理八尺, 短的就是量度自己, 长的就是量度对方, 做人是不行的, 做人不是这样的, 因为黄毓民议员, 我也奉劝, 无论过往或现今支持, 黄毓民议员的人, 好好真是咀嚼下我的说话, 我当然经过今日, CK邀请我上来, 给我那里, 快要零一回, 我已经是列为, 在黄毓民议员眼中, 我已经列为全家产的一类人, 不是你打飞机, 他就说你, I don't care, 我是讲事实, 我是讲事实, 每一样东西都是你黄毓民议员, 公开在你自己的平台, 你自己讲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面对黄毓民议员, 他曾经讲过的东西, 他曾经做过的东西, 是问我所讲的东西, 如果我有半点不实, 我欢迎大家可以通过CK, 可以批平我, 或者指证我, 哪一方面我讲错了, 我愿意道歉, 我们做人要光明磊落, 不要怨恨不治, 否则历史在烧鸠你。 好,回到问题, 教主是否真的不懂提人? 我相信这个是绝对不存在, 这个都是政治人物的操作, 关于心情提人, 可以这样讲, 需要的时候可以很看重一个人, 但当不需要的时候, 这个人可以已经不存在, 其实我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关于看不看人, 我们看现在, myradio, 这个网台里面, 是存在了很多种不同的节目, 而myradio,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我不知道它是否直属普罗政治学院, 还是它是独立出来的, 直属, 直属好, 如果有错的话, 大家欢迎去指证我, 我们应该记得普罗政治学院高举了一支旗号, 它自己的背景甚至可以这样讲, 一个帮领都是高举, 本土、民主、反共这三件事, 我有没有讲错? 如果我没有讲错, 我都趁这个机会, 我都想提出一个提问, 或者欢迎其他人解答我, 顺乎王宇宇, 透过CK联络的方式, 去告诉我听我的提问, 本土民主反共, 今天你网台里面的一个相当受欢迎的节目, 陈文大家口中所讲的角师, 他公开讲过, 他只是高举城邦, 本土你们去挽救它, 你们去挽烂它, 现在这一点, 我希望王议员能够向大家的支持者, 甚至乎我这个未来的陷家产, 告诉我听, 究竟城邦跟本土有无存在冲突,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点, 我们都想再问问王议员, 王阳达在他自己的节目也都这样讲, 本土,本麦的土, 我们不是本土, 本土是烂的, 不要跟我讲本土, 据我所知, 所谓大香港喝茶, 为什麽糟了,早晨, 我不齐知他, 和你卖Radio是一个联播, 这句话, 大家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大家是一个伙伴, 那你王议员可不可以讲清楚, 究竟你普罗政治学院高举本土这支旗, 而你的联播节目就说本土是烂品室, 这件事我希望可以除了讲给我这个愚昧的人听, 亦都讲给你港大支持者听, 因为据你自己所讲, 你声称你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多的, 我希望大家知道你的圣旨是如何, 去怎样落实你的理念, 怎样去进行更有效的抗争, 我这些提问应该算是合理了, 你搞清楚你们的定位究竟是怎样, 究竟是城邦建国, 因为本土民主反共, 我仍未跟你们讲, 建国口号除了是越雪公民有提出之外, 陈云有提出, 但是你去endorse越雪公民去参选的当日, 在记者招待会讲过, 其中一个参选人, 郑重泰讲过建国是一个仓义, 你未好得着手呢, 会不会全民制宪是一个仓义, 反共是一个仓义, 你不要说得就说了, 不要拿民主运动用来当一盘生意, 不要为民主运动为自己谋私利, 以后有机会那些事, 我会跟大家再讲, 我今天只不过是提出, 以我的心目中, 只不过是小部分的问题而已。 好, Oleford怎样都好, Shadowhink都说了, 他对黄毓民, 其他伤亡一层, 另外两位, 陈和另一个王, 都对本土有这么多质疑, 那为什么要拆掉一叠呢? 他都不会看错人的, 找了这两个人, 和他一起做拍当, 我和陈云有些对他宗教化的行为, 我有一些质疑的时候, 黄毓民就全力加持陈云, 请他上毓民的开场, whatever 怎样都好, 毓民懂不懂看人呢? 一二再三, 所谓的看错, 我想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下。 今集的本土力量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有机会再请影子卿上来, 是的,是的, 希望呢, 好, 遲些见先, 希望大家原谅我的暴躁, 爱之心择之切, 黄毓民, 你好野, 到今天, 你很多支持者, 好野, 哈哈哈, 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